烧音声响后 龙州选手们跟着鼓声节奏 卖力滑奖 这是在高层中雨渔港举行的龙州锦标赛 虽然现场下着大雨 但风雨生细心 选手们仍然努力朝着夺旗方向前进 风雨无阻 就是比下去就对了 还是卖力一样卖力 对 热情不变 天气越不和越强 所以我们不管什么天气应该都OK 中雨渔港龙州锦标赛 分成公开社会男女组 公教组 厂商组及国中组 共有66队报名 当中海军陆战队99旅 今年就有7队参赛 而第一次组队参加的陆战队99旅步三营 这次由24位军官士官和士兵 组成太子龙州队 除了有强健体魄绝佳默契外 也终是团队的心理素质 首次参赛就进入到前八强 大家实力相当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心理素质 就是你会不会紧张 那你一紧张就造成你肌肉的 可能不会放松啊 知识不协调啊 或是大家的节奏乱掉 在赛前就根本强调这个部分 对 强调心理上面 这心理素质的这部分 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17号这天终于港出现大风大雨 选手们全身湿透 滑起来相当不容易 但选手们不放弃 展现运动家精神与团队相信力 原来这次我们将打给我告诉明媛 采访不到 这次我们会认词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